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管碧玲就指控说民进党接下来要进行的中央青年部将在这高雄举行的愤怒鸟世代青年赔利盈活动 就传出了这调查局就暗中派人来索取学员的名单 所以民进党就认为说这就是政治的真防 不过调查局的回应是这样子 他们说是为了要保护学员 所以对这项指控内容全盘否认 愤怒鸟红遍全世界 民进党搭上这股风潮 在全国北中南区计划举办愤怒鸟世代裴丽盈 号召青年来关心公共事务 但民进党青年部发现竟然成为马政府监控目标 市调出的人员透过了关系 那指挥警方希望去跟他们要学员的名单 要了解活动内容跟相关的事件 那我们觉得在这样的时间点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真的是很奇怪 民进党青年部政府主任一字排开 指控马政府假借保护民意 暗中监控的这场赔丽盈活动 就在周末24号25号 在高雄某饭店又来举行 内容无非是有关于社会正义 司法改革青年展望等等的青年议题 却传出试料处暗中派员索取学员名单 大稿政治增访 南部办公室离这个这么远 你跟我们要名单要做什么 我们下去这边的状况有沉抗 怕会引发有一些什么 所以所以跟你分居 对啊所以你说怕有沉抗 所以你请小心去保持什么 要注意一下 资料处透过电话大声喊冤 只不过才宣示任内 绝不搞政治增访的马总统 在传底下人违规搞监控 民进党不能接受 如果这个不是政治增访 那是什么 是反恐吗 是反恐吗 应对指控调查局言辞否认 但单纯的政党活动 扯上增访疑云 不免被放大解读 在内新闻许宇为周建威 SNG小组台北报道 好另外马总统在昨天 宣示要推动年金改革 不过争议比较大的 像是军功教18% 还有这年终慰问基因 都没有讨论到 所以就引起在野党的反弹了 在民进党这边 他们就认为说 这个是假改革 因为与会的四巨头 包括了这马总统 陈冲 王金平 还有关忠 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 因此要他们挥刀 砍自己的福利 根本就是不可能 听到问题 马总统不答 刻意低调 就因为一场年金改革记者会 四巨头会商结果 居然是不碰 争议最大的18% 在两三个月时间里面 要涉及年金改革制度以外的事情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不处理18% 跟年终慰问基因 陈冲说的明白 只是这样的改革 却引起在野党批评 他的目的不在改革 他的目的是在脱困 每次都是16字增研 那都是16字拖延 我们很担心 他不是今天做 今天不做 明天会后悔 而是今天你做 明天大家都后悔 立委批评 看看马英九 曾在卸下台北市长后 2007年4月到2008年5月 优存153万 靠着18%领过利息 约30多万 至于关中 优存160万 每个月到现在 可以领24000元 如果领到80岁 还有230万 居陈冲拥有18%资格 假设优存最高200万 陈冲领到80岁 可拿约612万 数字相当可观 大家都要替老公报物品 而且如果这种改革 不骗其于军工教的话 那我想 大家都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该检讨的18% 马政府不碰 反倒先从 劳保退休基金下手 有解决不公不义吗 只怕这样的结果 阶级对立会更严重 三令新闻杨先生好 台北报道 好 当然提到现在 马政府要救年金 除了要调高费率之外 还要延后 劳保跟公保年金的 勤领年龄 所以目前在公保方面 不排除说 会把现行的85制 改成了90制 那么行政院这边也表示了 说未来年金的勤领 这65对是重要的门槛 但是这却让公务员很难接受 他们就质疑政策 一改再改 会不会退休 遥遥无期 马政府要怎么改革年金制度 都还没拍板 不过考试院长关中 却说公务员延后退休 已经是考虑方案 延后退休的 起职的年龄 我们可能还要进步的研究 从85制 改成90制 85制度不是才刚改完吗 才隔一年 政策一变再变 公务员延后退休 大马太夸张了 就这样改来改去的 叫我们公务员 怎么能够对政府能够信任呢 而且我到底退休之后 我什么时候才能可以退休 什么时候可以领得到退休金 都还是个问题 年资加你的年纪 如果你要到65的话 你有的年资 搞不好加一下 都已经到100了 其实去年85制才刚上路 换算公务员 平均退休年龄得到60岁 如果改成90制 退休年龄延后到65岁 公务员怕退休没保障 前全序部长驻武县 更批评这一概文官系统高龄化 国家机器会僵化 根本是走回头路 就连立委都看不下去 这一个面对 我们应该把柄做大 而不是大家都一样贫穷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一个检讨里面 我们会严格督促 退休金 尤其是军工教退休金 变成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那我还是觉得说 马总统还是 好好的考虑 这个国事会议 马政府一个年金改革 先拿公务员开刀 搞得民怨四起 恐怕连最挺的公务员 都不挺了 三地新闻 领悟副陈叶瑞 看不到 好我们提到 老保基金 10月中传出说 恐怕会提前破产的消息 当然也引发了民众的恐慌 尤其这两天 老保局终于承认了 说这老保老年给付 一次请领的金额 在10月份 已经被领走了多少呢 已经高达了205亿 我们代理来看到 这是在10月份的部分 已经高达205亿 那么相较于9月份 只有84亿 其实已经是多出了 一倍以上 所以今天一整天 我们发现在老保局里面 依旧是挤满了人潮 而令委罗书磊 就试算说 如果照这样子的 请领速度来看的话 老保基金恐怕 会提前两年 就要提前倒闭了 柜台前挤满有问题的阿公阿嬷 不论是要填单 还是要办手续 就连大厅中间 也是一大群一大群的 办理民众 灯号已经跳到上百号 老保局再度涌现人潮 因为10月中 老保基金金船 已经被提领了205亿 就怕老本没得领 民众好恐慌 从未对外公开数字的 老保局这一回总算坦言 老保老年给付 一次请领金额 光是10月份 短短一个月内 就破1万5千件 等于一口气被领走205亿元 比起9月份的7千多件 84亿 整整多出一倍以上 本来民国116年 才会面临倒闭的 老保基金立委试算 以现在的提领速度 恐怕两年就要破产 假如说这个速度 没有改变的话 大家都去起对的话 那不要说到什么 108年倒不掉 我看他过两三年 就会倒掉了 警察老保局一再呼吁 说老保基金不会倒 甚至动员全局人力 全台紧急宣导 但攸关棺材本的年金问题 民众的不安 全都写在脸上 赞秀宇叫好 电视频特别倒 另外这是前总统李登辉 他今天受邀到台北市议会来演讲 那么李登辉在演讲的过程当中 一度重炮批评马政府 尤其提到马政府 马总统最近执政能力 就被这国外媒体批评 所以李前总统呢 他就意有所指的说 其实当一个总统 他认为清廉还有能力 这两项都很重要 大家好大家好 热情看大家打招呼 李前总统人老心不老 在大批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簇永下以台北市老市长身份 受邀分享治理经验 要如何把这宝贵的资产 发扬广大 不仅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更有责任 把它留下来 大谈城市愿景 李前总统一跌厚厚讲稿 翻来又翻 一开讲就欲罢不能 话锋一转谈起时政 饶人家有些心里话 还是不吐不快 当总统人人都想却没有人符合李前总统的标准 尤其马总统把清廉看得比治国能力还要重要 李前总统不以为然 我们当年是中心重要没有错 但是没有令人做事情 没有让老百姓 老百姓坦克的事情 要开关的事情 没法度开关 当年你做市政就是要开关事情 主要目的 我不懂得说 当时会比较重要 两个都重要 对不对 洋洋洒洒一场座谈李前总统 左谈过去右批时政 现在和过去相较 想必李前总统心里无畏杂陈 参与新闻徐雨薇 周建威 SNG小组台北报道 好李登辉今天到台北市议会来开讲 其实台北市的郝龙斌他人也在场 那当然也特别引人关注了 原因就是过去李登辉 其实跟郝伯村之间有礼好心结 当然这政坛是众所皆知的 我今天郝龙斌来到现场 他全程仔细听讲 就是要聆听阿辉伯的指教 李登会议老市长身份 回台北市议会开讲 市长郝龙斌除了近地主之宜 还在台下抢最前排 聆听老市长经验分享 我还要说一句话 台北市 不能像孤单 自己在孤单 阿辉伯反映台北市建设太过独善其身 郝龙斌尴尬的点头称事 全程一个半小时 郝龙斌不时跟台上的阿辉伯眼神接触 偶尔还是恍神顽比 老市长跟现任市长互动格外有话题 因为过去李登辉执政任命郝伯村 担任行政院长被视为杯酒士兵权 之后郝伯村去职 但初政坛种下礼好心结 但郝龙斌听讲请义闽恩仇 政坛显然没有永远的敌人 其实很多李前总统 在市长任内 他的建树 我们现在都在持续地做 他认为台北市还需要再加强地方 我个人也同意 除了向李前市长请教市政心得 媒体更好奇 会不会跟李前总统请教治国之道 但郝龙斌不让媒体有机会开口 匆匆快闪 毕竟事关更上层楼 不可说 不可说 三新闻 宗姓威高修平台北赛宝报导 好 另外有关这年终未问津 会不会被删除呢 现在各级退休军工教人员都很担心 所以也准备上街来陈勤了 今天就先有四五百名的退休军人 他们跑到了行政院南部的服务中心 来递交陈勤书 甚至还在现场大呼口号说 要总统马英九道歉 甚至是陈冲下台 那么另外全国军工教协会 也打算要在星期天 要号召六百个人上街抗议 近五百位退休军民 高喊口号成情 有人全身绑着白布条 说他如果少了未问津 真的活不下去 时候棺材买不起 第一阶伦民的下场 有谁关怀有谁 马英九霞台 乘重墙壁 陆平马政府拿年终未问津 开刀的不止中民军券 全国退休军工教协会 也准备上街抗议 维护军工教尊严 维护军工教尊严 拟定三大口号 打算在25号号召全国军工教 退休人员陈琴 发动八台游览车 在中正四路和六合二路两端 拉起封锁线围出管制区 到时候会有将近六百人 上街争取权益 没有识别证的人 就没办法进场 政府今天承诺给你们这些 那应该是修法完成以后 那才能说 这个来删除 不把马政府拿年终未问津 当剑靶 也提不出任何具体政策 只会空喊口号 原本蓝银的铁票部队 现在也反马 难怪民调直落谷底 三级新闻讯 黄志忠 黄嘉平 高雄报导 好 另外马总统今天出席了 连政治理研讨会 他在会中就有强调 连能政府的重要 但也说了 这错误的政策 他觉得是比贪污更加可怕 那么实际上呢 其实现在有能力的政府 才是我们人民最需要的 因为我们从网络上 也可以发现 就有很多人 对于马政府的失望 像是就有出现了 好几百封 讽刺总统的文章 甚至还有人说 希望把这些文章 整理出来 变成电子书出版 总统马英九没有回答 因为有网友在网络上 举办了赞美马英九 真文比赛 但这赞美 可是有贬义的意味 像是有网友改编 藏朝诗人 刘雨昕的陋世明 把原本的前四句 山不再高 有先则明 水不再深 有龙则林 改写成 智商不高 无能也行 选票不多 过半就赢 有人也改编新诗 说我诺诺的选票 是个错误 你不是花瓶 是个阿斗 网友酷手搞创意 没想到回应 高达了三百多篇 主办人还因此计划 要出版实体书 或是整理成电子书 提供网友下载阅读 还有人把封面都设计好了 就叫做马皇散文集 网友们用文字表达心中的不满 虽然马总统不一定知情 但他就在一场连政研考会上 说了这些话 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 但这不意味着 只要政策对 贪污也无所谓 有没有听错 马总统是不是话中带话 寓意很深 但接着又说了这段话 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 是一个受人民信赖的政府 所以我们一定要 让政府成为一个连能的政府 连尤其摆在能的前面 连放在能前面 难道是暗指自己 治国能力不好吗 马总统的一番话 似乎跟网友的马皇散文集 意外搭上线 三立新闻李正道人民月 台北采访报道 接下来带你看到的 就是公文书断句不对 结果就闹出了这样的笑话 我们提到公文人员 退辅魏问津的公平性 引发了争议 现在财政部也对此写了一份报告 只不过这份报告 交到立委手上之后一看 竟然是性改革报告 还以为这是讨论特种行业 那么究竟过程当中 出了什么乌龙呢 但你来看 多么不认真啊 就一张这个报告案 检讨专案报告 就只有这一张 难道财政部送来的报告 立委傻眼 这种中文有人看得懂吗 性改革之检讨专题报告 你会误会吗 会啊 这种真的太夸张了 连这种公文都写成这样 受不了 性改革之检讨专题报告 有什么鬼啊 性改革 听到性改革 女学生羞红了脸 男学生直呼 程度比小学生还不如 问题就出在财政部的 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制度公平 性改革检讨 就觉得很奇怪啊 不知道为什么会讲这样 不知道它 这是主题到底要跟我们讲 没断了 我请到断句管管 原本是要检讨公务人员退休 抚恤制度的公平性 变成检讨性改革 断句差很大 立委拿到手一时反应不过来 还以为是要讨论特种行业 多点或是公平性 你性把它拿上来比较好一点吧 你变成性改革专题报告 这样还能把我们四大基金交给他 真的是笑话 断句闹笑话可以说一时不查 但所谓的专题报告 竟只有两张纸 扣掉凸材的封面 只剩下F4纸薄薄一张 里面陈述三分之一 说明报告缘由 第二段陈述是大家都已经知道 公务员退休抚恤的问题所在 第三段总该检讨重点了 短短七行150个字有找 说会事实研议可行方案 空洞到没话说 财政部如此官僚敷衍态度 能改革出什么成绩 不如心态效率跟中文程度 先自我改革一番 三立新闻讯用 豪洋上前高秋平台北采访报道 好嘛 政府上台之后呢 不断推广大陆事务 今年甚至编列了将近六千万的预算 但绿营立委就直言说 这笔经费有被蓝营立委 透过民间基金会来替自己办活动 甚至没有把钱花在刀口上 像是包括蔡振元的领航基金会 或是李庆华的展望基金会 还有这前行政员秘书长林一世的 玉世基金会 其实都从中拿到了一二十万的补助 明华园歌仔系享誉两岸 现在连立委李庆华都在选前 找明华园办活动吸引人气 不过整场活动下来 却向陆委会申请十万元补助 蔡振元的领航基金会 办理新著名活动 吸引不少外籍配偶参加 其中花费也找陆委会补助 陆委会主管大陆事务 怎么连歌仔系还有新著名康乐活动 都要陆委会买单 详细了解陆委会预算书 发现102年这笔宣导费用 一年高达5951万元 而且包括蔡振元的领航基金会 李庆华的展望基金会 甚至前行政院秘书长林一世有关系的 预事基金会都有拿到补助 政府机关自己不可能办那么大的活动 那么来跟我们这些民间的机构 共同来参加协办 那出一点小钱 要挑剔 好像把我的案子跟林一世在比 差太远了 马政府积极推广大陆事务便预算 钱却没花在刀口上 陆委会主委王一奇虽然强调 再有置入就下台 偏偏自家立委申请就有预算 这笔钱又该怎么算 3D新闻的员工傅陈叶瑞台北导 请接着带你来看 是政府公家机关的福利有多好 像是中央研究院的员工宿舍 这是位在台北市和平东吾上的房子 其实周围的房价 每一瓶是70多万起跳 但是中研院的员工 可以用每瓶150块的使用价格入住 算算一个月只要花3500块左右 所以附近的住户听到了都觉得很夸张 12345大片落地窗 视野采光超级好 这栋土黄色的豪宅旁边锦铃学校 就是中研院员工宿舍 位在台北市和平东路的学区高价地段 那员工只要月付3500就能轻松入住 打开中研院网页宿舍申请事项就明定 资深学员宿舍每个月使用费每瓶175到250元 新聘人员或一般宿舍每个月使用费每瓶150元 如果是住单人房一个月3500就能住进去 但周遭房价每瓶至少70万起跳 如此一般的黄金地段上网搜寻看看 中研院职员的超便宜房租3500最多也只能租到一个车位而已 这些宿舍本来是中研院为了领域海外归国的院士建立 经过多年住在里头的院士越来越少 只好转让员工使用 不但少了原来的美意 还多了浪费名指名高的负面评价 三立新闻陈立国李平宜派北报道 紧接着今天全球online重点要定来看的是 最近亚太地区中国跟美国较劲的意味非常浓厚 怎么说呢 美国进来的重心重回到亚太地区 想要强化的是美日同盟 甚至拉拢东南亚地区的国家 这样子中国就觉得有如芒刺在背 不过其实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就往北发展强化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所以不但两军之间有执行大规模的联合演习 甚至还购买了最新型的苏凯35战机 我们要带你来了解什么是苏凯35战机 其实它是遏制4.5战的新型战机 那么这一次呢 俄罗斯这边是同意卖出了24架给中国 那提到这个战机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它里面有搭配的这个引擎呢 是E17S的战机引擎 那现在就关心了 如果说中国买回来之后 会不会使用这个逆向工程的方式来模仿复制呢 当然是大家关心的 而另外一方面还要带你来看 其实中国他们的自己的这个军事的动作也很多 像是他们首先就宣布了这航空母舰辽宁号的入列 那么另外最新还有一个消息就指出说 他们的歼15的舰载战斗机 现在已经成功挑战站落到航空母舰上面了 虽然这个消息官方还没有证实 但是如果属实的话 其实就代表着中国的武力更加强化了 而且他们要正式进入到航母元年 而且要提到的是在歼15战机上面所配备的 还有英级62的反舰飞弹 它的有效的这个射程多达了400公里 所以这对于美日的海军来讲 是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入列服役首次出海 一次歼15舰载战斗机成功降落航母的照片 也在网路上曝光 似乎宣告中国正式进入航母元年 尽管官方尚未证实 不过歼15已经完成多次触舰付费的试验 如果真的已经成功降落航母 就代表辽宁号具备战斗能力 为了称霸军制强权 中国动作平平 但眼看着美国重心重回亚太 不太积极挖墙角拉拢东斜成员国 另一方面又联合日韩同盟 在南海和太平洋围堵意味浓厚 有鉴于此中国往北靠拢 强化和俄罗斯的盟友关系 中俄两军发展友好合作 是中国军事外交的最重要方向 不但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 中国更砸下超过15亿美元 向俄罗斯采购24架苏35战斗机 中俄国防部长双双汇灭加强等 无关系试图稳住在亚太地区的大哥地位 在选什么呢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中俄联手 那么在日本这一边 他们也要强硬起来的吗 要提到的是日本最大的在野党 自民党呢 他们的目标就是在12月份的 众议院大选当中 希望能够夺回政权 然后他们在昨天也公布了竞选纲领 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竞选纲领当中 真的是浓浓的保守派的色彩 甚至他们的纲领当中 还被中国的媒体批评说 这是军国主义在起 为什么 我们就要把焦点放在 是他们在外交安全上面的主张 首先他们主张就是说 要允许行使集体的自卫权 那么另外还要通过 通过这个修宪的方式 把自卫队改成国防军 也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拥有军队 甚至还要强调呢 这个加强对钓鱼台的有效控制 也就是说透过这个派公务员 来常驻钓鱼台 只不过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之后 也引发了评论 所以不只是日本的民间 包括他们的政界 也都有反应非常的分歧 被认为是日本下届首相 最热门人选 自民党总裁安倍信三 提出竞选纲领 主题为重振日本 承诺一上任就要修宪 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 通过扩充自卫队 海上保安厅人员及装备 来强化对日本领海的警备 共同社报道称 这份纲领提出鹰派色彩浓重的政策 主张将扩充军备 加强美日同盟 甚至也考虑在钓鱼台 派公务员常驻 立刻引发外界评论 简直是军国主义在起 有派安倍硬起来 其实也早就有机可循 由于钓鱼台争议 中国海监船 已经连续33天 出现在周边海域 日本海上保安厅 批于奔命 也渐渐力不从心 水管破洞 只能很阳春的先补起来 用了30多年 早该退役的日本巡视船 处处斑驳生锈 一部弱将残兵 无法对抗中国 海上保安厅在此时 透过官方媒体NHK 公布画面 同友博取国名同情异味 而计划板中的 还有极右派暴走老人 直到如今还坚称中国为支拿 石院圣太郎 成立太阳党后 随即与大阪市长桥下车 共组维新会 在将举行的国会大选 势必占有一席之地 日本主战意识抬头 恐怕已是溅在前上 三菱新闻 金属会报道 好 同样是日本的消息 今天中部的爱知县 有一家信用金库 下午传出了 由一名男子 持刀挟持人知的案件 这名男子一开始 他挟持了包括 四名的银行行员 还有一名女性顾客 总共是五个人 而且这个男子 情绪非常的激动 而他的诉求是什么呢 他说不是金钱 而是要求日本首相野田 马上下台 而这男子在对峙的过程当中 一度要求警方要提供 食人份的食物 还有扩音器等等的物品 而目前双方已经僵持了 超过十个小时 比较好的消息是 稍早被挟持的女顾客 已经平安获释 从白天将迟到入夜 日本爱知县 风川的信用金库分行 周四下午遭到一名男子 持拦拨刀闯入 携持人知 回机人未解除 警方拉起封锁线 持续向歹徒 心战喊话 直到日本时间 晚上九点半 其中一名人质 48岁的女性顾客 率先平安获释 在警方保护之下 徒步离开 据了解 嫌犯是年约50岁的男子 在日本时间下午 两点二十分左右 先持刀携持 正在使用 自动提款机的女性客人 要求信用金库人员 配合拉下大门 过程中 她没有提出金钱要求 反而神情激动的大喊 要首相野田下台 坚持留下一名男性 副行长 以及四名女性人质 其中三人是职员 一人是顾客 最年轻的才是九岁 附近住户人心惶惶 对于男子要求过瘾器 十人份的食物与香烟 警方通通照办之外 也多次看到人质 走到门边拿取物品 目前谈判专家 还在持续睡不男子 但剩下的四名人质 何时才能全数脱离险境 也备受关注 赛林新闻监局会报道 好 接着是南韩釜山地铁 三号线 在今天发生了这样的意外 在当地时间 上午8点15分的时候 突然供电系统故障 跳电了 就导致一辆列车停驶 而接着原本有另外一辆列车 过来是要救援的 但是没有想到 转弯的时候速度过快 直接追撞上去 结果就造成了45名乘客受伤 部分的伤势还相当的严重 那么事发之后呢 这数百年的乘客 已经紧急疏散 而这事故驱见列车 则是暂停营运 出事的地铁三号线 隧道里一片漆黑 救难人员拿着手电筒 在里头穿梭 以最快的速度来到车厢旁 紧急疏散乘客 这起发生在南韩釜山地铁 严重的追撞意外 原本是一辆满载乘客的列车 因为基建故障 在轨道上停驶 后头的列车接到通知之后 先让乘客下车 打算开着空车前去帮忙 没有想到转弯时速度太快 就这样狠狠撞在一起 第一辆列车更因此严重毁损 意外发生后 当局迅速派人前往救援 不少乘客因此受伤 部分骨折伤势严重 只能用单架 一个一个抬到地面送医急救 釜山的地铁更因此中断 由于当时正值上班 尖锋时间 交通因此大受影响 目前正在全力抢修 希望尽快恢复运行 现在新闻综合报导 紧接着国际战情 要带你来讲 我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他们终于同意 暂时停止交火 但其实在加萨走廊这边的巴勒斯坦人 在这八天的冲突当中 已经有142个人死亡 甚至还有一千多人受伤 当然这以巴好几十年的夙愿 现在经过这一战之后 恐怕又要累积更多的仇恨了 以巴停火 以色列境内满地的哈马斯火箭残骸 是清理的抵药物 以色列生怕未爆弹伤害平民 但这场战争 两方的死伤明显的不对称 几个小时前 以军一枚飞弹射进加萨这栋建筑物里 随后一名两岁男童被人抱进了医院 小小身躯没有了生命迹象 抱着他的是男童的爸爸 也是这间医院的医生 每天不断包扎战火下的伤者 每天都要向死者家属报告死讯 现在自己却成了众人挚爱的对象 八人医生外表不露哀伤 却自自隐含最深的仇恨 父亲失去了儿子 小孩失去了爸爸 巴勒斯坦男孩亲眼看见爸爸在家门口被士兵射杀 誓言血债血还 以巴之间的暴力循环 让和平永远差那么一步就破功 虽然不知道这一段战火停歇能持续多久 不过对两边的老百姓来说 想未来太遥远 战时的喘息 了甚于无 三系文章就报道 当然战争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军备武器的发展始终都没有停下来过 当然现在各国军方还在研发的就是机器人士兵 就是希望把这战场上军人的伤亡数降到最低 但是这也势必改变传统的作战模式 接下来一连串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这各国所研发出来的机器人 首先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美国制的这个机器人 叫做大狗四族机器人 顾名思义我们看到还有四个角 它的模样虽然很奇怪 但是其实是可以克服比较崎岖的地形 而且它的负重能力很强 可以载很多东西 那么目前在阿富汗的战区 其实已经投入到使用的部分了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到的 这是比较传统的履带型的机器人 这是由俄罗斯来制造的 虽然是比较传统型的履带型的这个机器人 但是其实它上方还配有摄影机 所以可以先遣及时传送影像回来 同时也有像是配有这个机枪 或者是枪榴弹 火箭筒等等的兵器 而继续还要带您看到 当然除了地面上之外 这机器人也要能够上天下海 而首先来看到的这个就是无人侦察机 这是以色列的仓路一号无人机 它可以执行的是比较远距离的 空中征召任务 而且现在各国其实都在研发当中 像是在台湾我们也有 这个是天准二型的无人机在研发当中 当然在天上飞之外 在水里的也有 我们来带您来看到的就是由英国制造的天蝎四五机器人 其实它已经曾经在2005年的时候执行过了 它曾经抢救过这俄国的潜水艇 在任务当中真的是大出风头 而且它同时还可以进行任务 包括有排除水雷啦 或者是监听这样子的任务 当然我们要提到 这么多的这个机器人在发展当中 还是有人权专家提出警告了 因为说再继续照这样研修下去呢 不出30年可能会有具有自主意识的机器人 它可以自行决定说要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来攻击谁 所以很担心说在全面取代人类之后 甚至会上演大屠杀的惨剧 世界末日可能不是因为外来物种入侵 而是机器人军团压境 人类自己闯的祸 以目前各国的研发速度来看 未来20到30年具有自主意识 不需要人类按下按钮的机器人 将取代人类士兵成为战场主角 战争机器人可以精准地命中目标 但也极有可能敌我不分天下大乱 为于美国华府的人权观察组织 发觉再不出声就来不及了 提出50页的报告 预告人类的危机 为了减少军人在战场的死伤 各国纷纷跳进机器人竞赛 更加快狠准地歼灭敌人 如果有一天机器人翅膀硬了 不再提使唤 这些精良的新一代军队 恐怕只会带来灾难 三立新闻张新闻报导 接着我们要聚焦拉丁美洲 在这里因为民生的问题 人民就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抗争 首先像是阿根廷这边 他们的美女总统贝南德兹 本来是政治明星 但是现在却因为民间的抗议 基本薪资太低了 所得税又太高 所以这个总统现在成了全民公敌 而公会甚至还发动了 这阿根廷十年来首次的大罢工 而另外在他们的邻国智利这边 则是抗议学费太贵了 这个学潮也持续延烧 当然景民的街头冲突 现在也越演越烈 富满教育现况 智利学潮一波接一波 当局派警力阻挡劝离 与学生一言不合上演全武行 警方出动车辆用水枪狂喷 在场民众却一点也没有解散的意思 毛起来对警车又踹又敲 从去年开始 智利学生就会日渐高昂的学费 感到愤慨 屡屡罢课示威 阿根廷劳工也有满腹苦水要土 因为依照最新税率 一名中等收入工人 每赚四块钱 就有一块必须缴纳国库 昔日工会最支持的现任女总统费南德兹 现在变成全民公敌 大罢工广集全国 银行关门不办业务 清洁队不工作 首都城为垃圾城 阿根廷的公务商业以及运输系统 陷入一片瘫痪 3新闻成文发无线昌综合报道 镜头回到国内 这是劳工团体预定要在星期天 走上街头要举行一年一度的秋斗 要向总统马英九来表达不满 当然其中重头戏 就是向总统府丢鸡蛋来泄愤 而今天晚上呢 劳工团体就先到西门町的街头 来募集鸡蛋 就连才大一的学生都来响应活动 如果有空的话 我们就一起去总统府丢蛋 公喊着喉号抗议痛苦经济 虽然下着细雨也交袭不了他们的热情 民众在一颗颗的鸡蛋上 写下心中的愤怒 学费很贵 然后现在住宿费用也很贵 然后就是 感觉物质比以前还要高 然后现在就要早打工这样子 才念大一就背负着学代压力 甚至还要担心住宿费 生活开销 只好选择一边念书一边打工 这是劳工团体选在人来人往的西门町 进行木蛋活动 这是为了要向马总统说过的话 表达抗议 薪水不能加 主要是厂商赚的钱 其实他觉得不够 台湾的政府是越来越向财团倾斜 然后帮助财团来侵害 侵犯人民的生存权益 所以我们不只有劳工 还包含环境 农民 还有教育 以及我们的新移民团体 一起共同上街头 物价不断上涨 薪水却不涨 总统却选择站在财团的立场 无视老百姓的痛苦 老公团体将在25号举办秋豆大游行 走上街头 淡洗总统府 表达基层老百姓的心声 三地新闻 刘正峰 隔楼台币 参谎报道 稍后还要带你来看到 就是智慧型手机的语音系统 不只大人爱用 连宝宝也很爱 甚至会跟着语音系统来对话 还有吵架 另外脸红新跳的画面 还要带你来看到 就是巴西的公路上 竟然有这样子的情侣 这是女方跨坐在 驾驶男友的前方 两个人面对面积稳 这时间还长达了一分钟 不过其实状况是 非常的危险 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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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